新浪微博 再次遭到中共网信办的约谈 网信办声称新浪微博对用户发布违法违规等信息 未尽到审扎义务 要求其下线微博热搜导等板块整改 据网信北京微信公众号消息指 1月27日 中共网信办以新浪微博对用户发布违法违规信息 未尽到审扎义务 持续传播炒作导向错误 低俗色情 民族歧视等违法违规 诱害信息为由 约谈该企业负责人 则令其立即自查自究 全面整改 Aspigo 等于 WiAdo W ADSBY GOO GLE Bush 这次整改 涉及新浪微博的热搜榜 热门话题榜 微博问答功能 热门微博榜明星和情感板块 光插头条栏目情感板块等 上述栏目被要求暂时下限一周 法广报导称 自中共十九大前当局下令对新浪微博 百度网发等实施网警职法寻查账号入住管制后 微博上的敏感言论 至少在中共眼中比较敏感的言论 已被基本清扫前进 以往 在一些比较热门性质的话题下面 总有大量的评论 现在为预防这类随机评论出现错失 评论基本有名无实 或者是整齐华一的五毛群发 或者所有评论被清零 报导指 中共当局之所以现在下令整改热搜 是因为通过热搜功能 仍能搜索到一些漏网的大家 比较关心的新闻或者话题 网信办这样做 可能是要通过严厉 控制热搜功能让网路变得前前进进 中国网民其实对网信 办审查言论痛恨有加 这从被称作中国网路沙皇的网信办前主任 卢伟落马后网民奔走相高可亏一般 但中共将缩进网路言论的紧箍 却越收越紧 9月下旬以来 北京当局对社交网路的控制 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9月28日 百度联合网路警察宣布批谣平台上线 327家网警司法巡查账号正式入住 新浪微博也向所有用户公开招募1000名微博监督员 微博监督员将通过举报机制 举报有害信息 有分析指中共对于网路言论越来越在意 容不得任何一点 哪怕带点讥讽的议论 主管部门更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只怕漏掉一两句上头不爱听的言论 这也间接反映了这个一党专政政权的不自信 网民也对此议论纷纷 这是又要被蒙眼睛的节奏 热搜整改后直接变成明星权娱乐 鱼不可及 历史证明任何政权 向前是人民的思想 都是开历史倒车 经济走入国门 思想也必然进入国门 除非学三胖闭关锁国 咱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哎 不说了 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2013年4月 新浪微博用户数量达5.36亿 用户每日发博量超过1亿条 2014年4月 新浪微博在美国上市 总市值为34.6亿美元 在传统门户业务缩水的情况下 微博等社交媒体不断拉动盈利 在中国大陆 网络论坛活力及流动性极大 每天有上亿的民众从微博上发布和获取资讯 微博也因此成为中共网信办的封杀之地 转载请注明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